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跟不是自己的办公室 通通遭到检调搜索 对此北检表示 搜索范围仅局限柯文哲办公室 没有人会误认外面的公共办公空间 是柯文哲主席的个人办公室 台北地监署的办案 是不是真的有遵从正当法律程序 为什么搜索 在搜索票以外的范围 为什么公然说谎 我想北检会立法来投资处理 看看我们前桃园市长 AKA前行政院副院长 前海机会董事长 已经不胖的胖诸于郑文灿 一个案子搞了七年 检调申请搜索十次都被驳回 直到进行搜索一次 检察官两部抗告才被羁押 这次在北检天下第一的中组面前 管你是天王老子 还是第三势力的党主席 一样要被搜好搜满 打开这几天各家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不说还以为阿贝已经被判刑确定了 他一无一是全招了 他在检察官面前咬柯文哲全咬 他只漏讲一句话 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我也有收钱 他也有收钱 这个案子你知道吗 什么啦 这个案子我给你讲一个大概念 大概有四五亿总汇款 郁晓威拿一成 差不多对 因为我的老江湖的 如果给他钱 大概在五亿里面的三四亿 是阿贝的钱 这么多 议员不去当检察官伸张正义 真的是被政治给耽误了 柯批周五被检联约谈后 凌晨表示拒绝夜间疲劳训问 想要离开却遭检方当庭逮捕 律师提审主张检方搞AB案 已经华城案逮捕却在问目可案 但北院认定逮捕合法才定夺回 随后柯批检方依涉犯贪污至罪条例 违背职务收贵及图利等罪 连同副市长彭震生一同生压禁建 检方与律师攻防了三天三夜 全台湾都想知道 北检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检方问了什么 掌握了什么证据 还好台湾的侦查不公开 就像早餐店奶茶的杯盖笑话 许多媒体的入门技能 不用会查证 而是要会通灵 反正是不是事实不重要 报错又不用负责任 还可以再慢慢纠正 多发好几篇新闻刷流量 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 这个不要说 这个都不是事实 景中刊独家报道 柯文哲有700万元左右 涉及财产来源不明 专案小组发现陈佩琪 多次拿大笔线超至ATM存款 金额达上百万元 而后续又有媒体报道 不是700万是170万 陈佩琪则公称是母亲的首尾钱 和柯P的演讲及早费 一觉醒来还活着的妈妈 都被新闻给写卦了 本刊掌握 请问如何掌握 这700万的依据 到底是什么 陈佩琪拿大笔线超到ATM存款 金额达上百万元等等 请问这个数字从何而来 事实上 已经往生的是陈佩琪的父亲 也就是柯文哲的岳父 在2016年往生 当时他有300多万元的遗产 透过财产继承交给了他的母亲 所以这边民众党这边是不晓得是700万170万 因为是北减 来来来 这个我讲一下 那另外想请问就是现在 因为刚刚有记者会提到说陈佩琪嘛 有跟你们说到现在他都有跟财产如何运用这边 如何告诉检方 那可是外界就会质疑说 是不是其中可能会有串政的疑虑 刚刚那个问题 基本上面想要说的事情就是 陈佩琪医师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被这些恶意扭曲的报道 活生生的辨识 一句话都不能讲 当检调 透过不明的管道 放扭曲的消息给媒体 让媒体在那边恶意带风向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你讲任何一句话 我就马上扣你另外一个大帽子 陈佩琪你现在是在什么 公然串政吗 看来不止中国有听床师 看看周刊老板都敢碰风 自己跟小英总统关系很好了 记者还能在满地秘密卷宗的 北简办公室打卡展示OOTD 请证明这不是泄密而是通灵 问就是北简从未泄露征讯内容 查无不法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 我还有些问题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也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与会 外界在关心纯大笔现金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 请问东升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 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其实我觉得东升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说明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按照新闻媒体报道 定小薇议员的顾名金流4740万 柯市长只价值170万 还被用ATM分批存金户头 要是绝命毒师的老婆也这么精明 就不用开洗车厂了 还租了一个仓库放钱 那些不法获利的犯罪者 那还需要靠加密货币洗钱 而且柯P自己也承认 曾受薇京集团主席沈庆金邀请 到信义哥吉拉AKA陶珠以原唱歌 难道建材不用钱吗 电费水费不用钱吗 房子卖不出去不用缴税吗 肯定是想图解索人生成就的利对吧 今天凌晨3点多北院公布裁定结果 连交保都不用直接无保请回 一比一万 他们在搜索有查扣手机跟硬件 在哪里面的资料 去编故事 在这两天当中 可以说是急进压扣跟点灭 所有的新华城840%的容计率 840%的容计率 其实当年在宋庆宋公公开展览以后 在转送都委会 我完全没有去过问 因为作为市长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 所以后来那个容计率840%的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事外经文三字月间 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案子的容计率是840%的 北院认为科批并非都委会的与会人员 无从直接知道开会情形 本身也没有相关专业 且就检察官所提出的事证 尚未达到有犯罪高度可能性 因此无法认定 主观上有明知违法的情况 犯罪嫌疑不重大故无保请回 在这70个小时当中发生了多少荒腔走板 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践踏台湾民主法制 甚至让台湾司法蒙成的事情 这恐怕是现在台北地检署 必须诚实的跟台湾社会报告 科批战时安全下装 但检方也提起抗告 而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则遭羁押禁见 律师也表示会提出抗告 芙蓉王还没输 接下来就看情势会如何演下去了 王世健不要讲风凉话 要赌就赌大的 如果我没有被激安 你要不要蹲七困九 要赌就赌大的 要赌做得到的嘛 来啊高空弹跳 有愿意吗 一所以说 要赌的 一手 给你这一招 OK Let's go 2024亚洲电子竞技公开赛 9月到10月 赛事火热进行中 转播详情请至下方资讯栏查询 让我们一起为选手们呐喊加油吧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 金华城840%容积率案 位于台北松山区的金华城 前身是一座购物中心 2011年因为经营不善 归京集团向台北市府申请 希望将金华城变更为住宅用地 容积率能从392%提高至560% 却被当时的好市府拒绝 直到2016年监察院发文纠正 金华城得到法定的560%容积率 但威京集团并未就此满足 2020年在向北市府争取各项奖励 最终取得史上最高的840%容积率 金华城容积争议就此引爆 今年5月北检开启侦办后 没想到一拉就是一串肉粽 烧到现在火势依然猛烈 在这错综复杂的人物途中 本片的主角是为爱泼水的老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应小威 故事则要从一则爆料说起 2020年3月17号金华城发文给柯文哲的陈情信 这是整件事的开始 对我们觉得以为这个是Ground Zero 一切案情从这里引爆 竟然在3月17号的7天之前 3月10号下午3点45到4点15 就在市长的11楼准备室 还有一场关于金华城容积争议案的会议 那个就是议员便当会嘛 这有什么什么叫神秘 有会议记录什么都有 这应小会案那有什么神秘女子 时间回到2020年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2月18日曾安排金华城 与时任副市长彭震生 以及都发局长黄锦茂会面 3月10日与柯文哲进行便当会 首件讨论事项就是金华城容积案 而就刚好在一个礼拜后 金华城就将陈情书送交北市府 但应小威的工作未完待去 后续一连串的市府关卡中 不能说非常投入 简直就是尽心尽力 不但与柯批三度便当会 还先后开了六场协调会 席间推动促成 容积奖励20%的方案4 还曾对专案公务员态度不佳 先前一名都委会幕僚人员 在会议中表达和审庆经不同的意见 时候就被应小威 叫到议员办公室质问 为何要反对 不知如此 应小威和助理也曾开记者会 骂过这位都省委员 好大的官威啊 如果遮住头衔不看 我还以为是金华城的助议会经理 如此积极游说各方的应小威 北简当然不会放过他 这时就轮到小威出招了 8月27日检方发现 应小威现身桃园机场 准备要搭机前往香港 通关时却发现自己被禁管 马上逻辑大爆发 转头直奔台中机场 最后在台中被检方拦截成功 事后应小威在鸡厅庭表示 出国是为了帮母亲买一种 只有在香港才买得到的药 强调绝对没有逃亡意图 OK 现在已经不是影子鞋不鞋 而是行其长不长的事情了 8月28日检方上门搜索 应小威的议会办公室 并约谈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 检方在清查金流后发现 沈庆金曾透过旗下子公司 前后将汇款4740万元 汇入应小威成立的慈善协会 虽然沈庆金便称是捐款 但检调发现金华城案 在2022年11月通过后 当时应小威曾在一个月内 陆续收到其中的4500万元 足以证明会落实实明确 他的代言人不只是棋子 应该这样讲 他们关系匪浅 特别担论过他沈庆史金经会的御书长 那也是金主 然后他也是结拜 至少是结拜的兄妹 至于应小威的助理吴顺明 被检调发现其实是沈庆金的人 表面是应小威的无几职顾问 却领着威金集团的薪水 实施真正的里外应和 8月30日应小威 沈庆金与吴顺明 遭检方裁定积压禁建 小威的故事到此便告一段落 但金华城的篇章还在继续 男主角之一目前无保请回 台湾司法在周末死了诱惑 后续还会激起什么浪花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郑文灿遭球刑12年 最近游戏圈在封黑悟空 检查官们却还在Pokemongo 只是他们抓的宝可梦 跟一般玩家不太一样 蓝绿白玉三家 接连被收进宝贝球 原本从桃园市长 转直到行政院副院长 却因论文抄袭跌落太子宝座 具有蓝绿通吃属性的郑文灿 六天前从史上任期最短的 海基会前董事长 进化成贪污案 求刑12年的被告 那这信被告的部分 我们认为他死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行 我们向法院请求 红众亮星 蓝绿 相公 故事要从七年前开始说起 当时台宿企业前总经理杨兆林 和领口公武重划区管委会 前主任委员廖俊松等人 想要在华雅科技园区自办实地重划 预计获利可达24亿以上 因此找上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102年的8月22日的晚上7点的时候 在董事长的一个西餐厅内 阳性被告在挺拖之后 澄清向这个正姓被告 表示说表如能够给予帮助的话 我们不会有心理 蛮好吃的 胖周瑜不只爱吃汉堡卤肉饭 桃检起诉书指出 吃完西餐厅后的下个月 阿燦在一场桃师傅会议 邀请廖俊松发表意见 还依照廖俊松的想法 家主本件得以失地重划的决议 感恩在心中的廖俊松 竟然把胆机具现化成现金 果然有钱人就是懂礼貌 同展公司以人民币的账户的定存的一个方式 办理解约 解约了592万 提领了120万及300万的现金 那另外以他们手上的现有的80万 凑除500万 由这个廖姓负质 前往桃园市的官邸 交付500万的现金 这个现金的部分 是装在黑色的手提包中 阿灿无辜 阿灿冤枉 阿灿表示黑色袋子被丢包在他家 他完全不知道里面有装500万 只是这包从2017年 被丢在阿灿家里会客室的茶桌下 却将近一年之后才被退还 看来阿灿也是那种 买了网购寄来却不打开 端午粽子跟中秋月饼礼盒 直接放到冰箱忘到过其一年的人 而且不止还了这500万 阿灿先前还收了廖家人 给的600万正值现金 加起来总共退回1100万 为了表示支持 加码一下 至于廖俊松只称交付的500万现金 是以银行九分纸超贷捆绑 返回的现金却是以橡皮筋捆绑 这很简单可以用魔法解释 一定是参科官底有点超小精灵 廖先生在107年的5月11日 经由他的儿子得知 他所使用的行动电话 招本署指挥教官 其实通讯宣传 那他的一个来源就是那个 证信被告 证信被告有跟大家讲说 你爸爸嘴巴很大 被人家监听 本案一查就办了7年 期间检调不但监听到 廖姓父子要送钱 还见证廖家人提着手提袋进去 空手走出来的过程 却仍因证据不足二度迁捷 今年陶检侦办期间 申请搜索十次 法院驳回十次 没想到检方一次进行搜索 就在参科住处的床头会 找到678万5000元 这就是太子睡得好的秘诀吗 目前检方加码调查财产来源不明罪 夏天结束了 体验完47天积压的郑文燦 参加了最紧绷的瘦身营 正值生命也差不多到头了 起诉后法院裁定参科交保 亲友在凌晨银行没开的状况下 两小时内轻松凑齐2800万 看纳前朝太子 铁青的脸色销售的身影 只能说当今圣上真的超派 你感觉我是什么样的 你比我想象的更快派一点 摆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